1997年4月,一艘俄罗斯火船遭遇劳美挑衅,战斗民族直接发火,发射激光武器,令其他国家震撼不已。 那么,这艘火船究竟有何特殊之处,它们为何能发射激光武器? 本期为大家讲述1997年美俄海上冲突背后的故事。 首先,美俄两国之所以会爆发此次海上冲突,是因为在冷战解体后复杂的国际局势。 1991年苏联解体后,俄方继承了苏联庞大的军事遗产,但也正因如此,老美也将对苏方的仇恨转移到了俄方身上。 不仅对俄方实施外交和经济上的封锁,还派遣最为先进的武器,持续侦察俄海上基地,试图了解俄方的兵力部署,随时做好战争准备。 而美国用于侦察的杀手锏,便是海军王牌俄亥俄弹道导弹核潜艇。 该潜艇于20世纪70年代立项研究,80年代初期正式建成服役,全长170米,排水量1.87万吨。 不仅是美国海军目前唯一的战略核潜艇,也是全球威力最强的战略核潜艇之一。 有如此杀气坐镇,美海军在俄方水域横行霸道,还经常骚扰战斗民族的货船。 但此时嚣张的美国还不知道,很快他们就将承受来自战斗民族的怒火。 1997年4月4日,一艘美军俄海俄级潜艇完成侦察工作,决定返航。 美加两国卫方只有俄方舰船跟踪,出动一架ZH-124型海王直升机,在潜艇返航的必经之路湖安德富卡海峡侦察。 机上两名飞行员,分别是来自加拿大的海军上尉巴恩斯,以及来自美国的海军上尉达里。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跨国组合,是因为美加两国在该地区存在领土争端,但由于俄方的间谍船问题,双方决定搁置冲突,在水道上共同监视俄方的联合行动。 然而,此时飞机上的两名飞行员还不知道,就在不久之后,他们将引发一场牵动世界的大事。 在巡逻过程中,加拿大飞行员突然用无线电麦克风,提醒机舱后侧的美国飞行员,他发现了一只山河里,而这正是在海面游艺的军事目标代号。 经过甄别,两人认出,这正是他们此次保护的目标,俄亥俄级核潜艇。 然而很快,加拿大飞行员便发现有些不对劲,只见一艘行迹可疑的货船正一路悄悄地尾随着美国核潜艇,立刻驾驶飞机向这艘货船飞去,并通过功率强大的数码相机取景器捕捉这艘货船的信息。 从表面上看,这艘货船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,然而,两人还是在船尾发现了端倪,因为在此处写着这艘船的船名卡皮坦曼号。 他们心中顿时已惊,因为根据美加两国得到的情报,俄方用于侦查美军情报的间谍船就叫这个名字,认为自己成功发现俄方间谍船的两位飞行员,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。 全然不顾俄船发出的抗议,不停地在货船上方拍照。 然而两人还不知道,不久之后,他们就将为自己的挑衅行为付出血的代价。 在拍了一会儿后,美军飞行员觉得不过瘾,他认为这艘船上方密密麻麻的天线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因为这些天线很明显是用于电子侦查的,因此他让另一名飞行员不断下降,尽可能地接近货船。 一开始,家军飞行员很不情愿,因为他很清楚,在这些俄罗斯间谍船上会携带隐秘的防空火炮,一旦遭到攻击,后果不堪设想。 然而,在美军飞行员的反复劝说下,他也有了侥幸心理,认为现在货船还在美国领海,就算对方再大胆,也不敢轻易开火。 但两人此时还不知道,他们这个冲动的举动将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。 正当美军飞行员对着天线一顿猛拍时,从俄货船楼桥下侧,突然闪出了一道不同寻常的亮光。 这是一个红色光环,里面有一个黄色的圆圈,光环中心则是白色的,这道光正好被飞机上的美军飞行员拍了下来。 但两人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不舒服,于是在俄船上空肆意盘旋数分钟后,就心满意足地飞回了两国共用的军事基地,埃斯基马特军事基地。 两人刚一落地,就急不可耐地将拍摄的胶卷送到情报室进行分析。 然而,当情报分析员看到那张有光束的照片后,顿时大惊失色,立刻冲出情报室,找到了两名飞行员,询问他们是否出现了眼睛不舒服的情况,并让两人立刻去看医生。 两人都表示,自己的眼睛很不舒服,右侧头部也异常疼痛,但此时他们依然不相信那道光束会是俄方的武器,因此他们并没有听从情报分析员的建议。 然而,两名飞行员很快将对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。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,美军飞行员达利在回家的路上,被汽车灯光照射到脸上后,眼睛立即剧烈疼痛,犹如针刺一般,力见穿心式的疼痛,使达利彻夜未眠。 等他第二天早上照镜子时,右眼已经肿得老高,眼底也开始不断渗血。 他立即给同级的加拿大飞行员巴恩斯尚未打电话,然而巴恩斯的状态却让他感到了更巨大的恐惧。 因为他的右眼已经无法睁开,眼白中央不断渗血,而美军在得到情报后,终于确信他们遭到了俄罗斯激光武器的攻击。 所谓激光,是指在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后,形成的频率一定,方向一致的高能光束。 美军相信,俄方已经将激光运用于军事中,做出了一种恐怖的高科技武器。 当他照射到人的眼睛,就会瞬间烧坏视网膜,就如同烈日下,通过一个放大镜聚焦,能轻易烧穿一片树叶一样。 美军在自家领海,遭到了俄方激光武器的攻击,这一信息让他们如临大敌。 立刻将这一情况写成秘密报告,送到了高层手中,并表示一定将这艘船扣在美国彻查这一事件,让俄方见识到他们的利害。 然而,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,美国国务院竟然驳回了他们的请求。 原来,相关人员在经过讨论后认为,如此大的失误会让美国政府脸面无存,严重磋伤美军的士气,而且自诩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,没有一个民众或士兵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。 俄方的间谍船,竟然能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本国领海,还用激光武器重伤了美国飞行员。 所以,美国高层决定稀释宁人,让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。 然而,这却与美国军方的强硬态度产生了矛盾,于是围绕这艘船出现了极为滑稽的一幕。 事件发生后,美国军方立刻让海岸警卫队组织一队人马,对俄方的卡皮塔曼号进行检查,以获得此船从事间谍活动,以及发射激光的证据。 然而,美国高层却提前一天将这则消息透露给了俄驻美大使馆,让俄方有24小时的充足时间来应付此次检查,使这次搜查注定一无所获。 俄方在接到情报后心领神会,面对咄咄逼人的海岸警卫队,他们表示,只能给他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搜查,而且只能搜查公共部位。 在搜查过程中,虽然军方坚持查看隐秘的地方,双方一度剑拔弩张,但美方代表的检查却几乎是走马光花,根本没有可能对藏有情报的地方进行检查。 这次象征性的检查,让美国军方勃然大怒,他们坚持要扣押这艘船,是要找出其实间谍船的证据,但美国国务院却单方面决定放走这艘船。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,军方为达到目的,竟然直接选择曝光这一事件,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一丑事。 而美国高层也打算隐瞒到底,公开表示,两名飞行员的直升机确实受到了激光的照射,但他们并不知道是谁干的。 不仅如此,他们还表示,照片上出现的光,只是船上的航标灯,而卡皮塔曼号只是一艘普通货船,它突然出现在如此接近美国核潜艇的地方,可能只是个巧合。 美国军方见高层态度如此强硬,同时也不愿这件丑事继续传播,只能放弃追查,吞下了失败的苦果。 而两名飞行员经过检查后发现,他们的视网膜上布满了点状的伤痕,头疼和眼疼,可能会伴随这两位飞行员一辈子。 此后,卡皮塔曼号间谍船仍以霍伦的身份,不断在俄罗斯和美国港口间穿梭。 每过五个星期,它都会恰好从美军部列梅盾航空母舰基地和班戈核潜艇基地经过,到达普齐桑港口,随后又会沿着美国核潜艇时常巡航的路线游异。 虽然俄罗斯方面再三否认它是间谍船,但执行海面侦查任务的美军飞行员,却再也不敢飞得离它那么近了,所有人明白了一个道理,不要轻易招惹战斗民族。 感谢观看